乘客可以快乘船到線 接往上 走 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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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今天呢來到中環 那相信大家對中環一定都不獲勝 因為基本上來香港旅遊啊 中環是一定要必來的 因為某天輪啊 還有大明山奶車通通都在這 那當然還有一堆美食都在這裡 說到美食有兩間大家一定都知道 就是九地牛腩還有方圓 這兩間基本上是所有的旅遊節目 還有旅遊書報道 然後爛掉到一個不行 所以基本上來旅遊的人一定都有吃過 那其實我來香港第一次旅遊的時候 這兩間店我也都吃過 可是基本上到現在我也 因為是七八年以前的事情 基本上到現在我也已經晃掉了 那個味道是怎麼樣的 然後後來我來香港的鄰居大概兩年多了 所以呢對香港的美食 基本上已經有一定的熟悉度 所以我才想來試看看 這兩間店賣的東西 跟其他香港的店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牛腩和奶茶都基本上是香港到處都有的 所以它到底為什麼這麼紅呢 我今天就想說來試看看 這條紅內褲呢 這條紅內褲呢 大概我兩年前來這裡就看到他掛在那裡 到現在伊朗還在這裡 以前啊我記得是排隊排超長的 至少都要等一個小時 現在是完全沒有人 當然有可能疫情的影響啦 其實真的很多官跟客來 所以呢他的每個菜在上面都寫日文韓文 跟英文中文 我們分別點了比較有特色的咖哩牛腩金意麵 還有原味的牛腩和粉 那我個人呢是很喜歡香港意麵的口感 所以如果看到意麵的話都會想試試看 那咖哩的味道啊我覺得還不錯 咖哩香味還蠻濃厚的 湯頭喝起來是屬於偏甜甜的那一種 搭配意麵吃起來很適合 麵吸附了湯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會讓人一口接一口 原味的部分啊就比較一般 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牛腩的部分比較偏瘦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柴 個人是覺得咖哩比較推薦 牛筋的部分啊很好吃 吃起來很軟弱 可惜就是份量太少 吃起來很不過癮啊 總共消費151港幣 我們現在吃完啦 然後其實剛剛裡面的那個氣氛 還蠻嚴肅的 大家好像都不太講話 都沒有人出生意 所以我們在吃的時候也很安靜 都不太敢說什麼話 一般香港賣鵝粉麵店來講 其實它的價錢真的是偏比較貴的 它的份量啊算是偏比較小 如果說以男生的食量來講的話 可能會比較不夠 就還可以吃其他東西 女生的話可能就剛剛好 對 那現在呢我們要 前往下一家就是 藍方圓啦 剛好 酒精牛軟的份量沒有這麼多 所以 我來講的話就是比較沒有那麼飽 就還可以再吃一些東西這樣 我們分別點了它比較出名的蔥油雞烙丁和花生醬吐司 然後搭配它最出名的絲襪奶茶 麵的部分看起來真的很吸引人 蛋黃的色澤加上蔥油 就算剛剛已經吃完的一碗牛軟麵沒有很餓 可是卻還是有讓我想吃它的蔥冬 但期望過多果然失望越大 我必須老實說真的不好吃 蔥油的味道並沒有很突出 醬油也不夠香 一口吃下去就是只有吃到麵本身的味道 非常的可惜 雞肉的部分也是一般般 沒什麼味道 口感方面也是偏乾有點柴 奶茶的部分我覺得就是奶茶 香港常見的味道沒有到特別的好喝 而花生醬吐司呢 就是你在家也能做出的味道 沒什麼好說的 為了秉持不浪費的精神 所以最後我們還是把所有的食物給吃光光 吃完之後的感想就是非常的飽 總共消費95港幣 那現在兩間我們都已經吃完了 那基本上兩間我個人都不是很推薦 因為首先他們兩間的價位真的太貴了 然後它的味道也不是說到特別突出 因為我在香港已經帶了大概快兩年多了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類似像這樣的河粉店 或是賓士 其實它的味道我相信都會比這間還要再更好之類的 當然如果你想了試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來試看看 只是說個人意見的話 我就比較沒有這麼的推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 拜拜